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買齊泡沫汽水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沫汽水當然是趕回家聽影話春秋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10月3號的影話春秋 我是Gear 我是Grace 今晚只有我們兩個 因為這個就是講一些 這個算不算美愛? 我不覺得算 這是外國勢力的組織在香港搞的影展 但我們沒有看中國電影展 我沒有名牌看 不是 因為它有很多電影資料館 我不想去 那些場地比較窄 其實不是因為美愛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已經支持了四年 所以怎樣都會繼續支持下去 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香港也有一個電影節 早陣子被我們罵到狗血淋頭 之後我們又被人罵了 但這個呢 我今年就吃全餐 你很厲害啊 為什麼一兩天可以看十套戲呢? 我兩天看九套 是 是 但是就 其實如果那些戲是好看的話 其實反而問題不大 嗯 我們說這個就是這個 新丹斯電影節 第四屆在香港搞的 是 第四年的新丹斯電影節在香港 首先這個是讚的一個電影節來的 是 不要說我們經常都得一個批評 但是讚就好像又被人說是微愛 哈哈 因為這個新丹斯電影節 今年第四屆 我今年很讚的東西是 他今年開場前 他會有人派那些問卷 是是是 早三年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嗯 我不記得 我不回意 他早三上年有 但是上年他是抽樣問的 那如果問完之後 他會給你一張炮谷券 哈哈 因為我拿了 我不吃炮谷券 是啊 但今年是 至少他派完之後 不是就派了就算 他是每一場開場前 都會有個 應該是Metro Pass那邊的職員 嗯 就說我們有問卷 麻煩大家幫幫忙填一填 給我們一些feedback 然後 他不是真的只派 甚至我填完一份問卷 我去家的時候 都說 問卷可以哪裡拿 噢 其實大家都很投入這個影展 都投入的 而且今年我看到他 外面是有些 就是有些叫做VR虛擬實景那些 對 其實都有人去試去看 對 有 我看到那些小孩就去玩 不奇怪 對 但好像 有一點點不好 就可能撞正分剪 哦 那陣子是分剪剪 對 我看到呢 即其餘很多地方的人都在聊 一分三下什麼 即是在聊拍照package 然後結婚那些東西 哦 你以為你是同一個星期 我就第二個星期才去看 有部份戲 那時候的長影剩下很多了 如果以這個電影節來說 我覺得OK的 因為他 即是定時定後開場前 會有 即是要設定一些 那些什麼 鐵馬 是啊 即設定被人排隊 甚至乎他 是給連場人士專排隊用的 他有了 是啊 還有他今年呢 我覺得他很彈性 即是他有些場次 如果是特別多人的 他會轉軟的 是啊 因為有幾場是轉軟的 三四場左右 是轉一軟的 不是 有一場是轉六軟的 是嗎 那一套我忘記了 但有一場是轉六軟的 我看兩場就轉了一軟 尤其是開幕 開幕不是開幕 反而是一間細軟 但開幕他開了兩場 其實是 開幕在細軟嗎 細軟 我們看細軟 但是另外一間好像是大軟 因為他賣票 去票他都很快 所以他在另外 我們看9點半 另外那場是9點9 9 然後再加了一場 10月2號 是的 總共加了兩次場 那今年好像也是 這一套再見未了完 是有加場的 是啊 因為其實再見未了完 加場的原因是一來 就其實 受好評 其實我覺得很量極的 那個評價 一會再講 但是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沒有發行 還有他的嘉賓都大大 也有 Cassie Everett Cassie Everett 拿影帝之前不接的 這套戲 其實看回 這個導演 和男女主角 不是第一次合作的 不是不是我查看 原來之前他們已經有了 還有這個導演 這個成本來看 其實OK 都挺好看的 不然可以再講 那另外 其實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窩心的 就是 因為Sun Dance Institute 是一個美國的組織 那他們會是有 專門找那些 Senior Programmer 還有那個 好像director 是 來香港 每一場 第一個星期 對啦 頭十一場戲 都是在播之前 他們會 grade過觀眾 可能會講一下 為什麼選這套戲 什麼原因 去介紹這套戲 其實他可以不來的 是啊 他完全可以不來 因為其實都算是一個細影展 來的 很微型的了 相比在外國 十二套片 只有幾天 播的場次都不到三十場 對啦 但是他都很認真 還有很多時候 其實他盡可能 導演都會出席這些 這個 這一套 然後他之後 影后談 他真的盡量 是盡量分享 他拍片的東西 所以其實 如果可以的話 即我沒有辦法 因為太多了 如果可以的話 在這個星期內 如果導演 可以來到香港的話 你們看他的那些場次 其實他後面的影后談 是會講得更加多的東西 其實還有 因為我是第一個星期 是已經掃了那些片 有時候 你會見到一些導演 他們是在戲院外面 你是可以去跟他聊天的 可以跟他交流 他很樂意的 很樂意的 你來看他的戲 他當然是樂意的 哈哈哈哈 所以這些是很 你會覺得 那個感覺很好 尤其是我們看開電影節 看開這些影展的東西 你會覺得 其實他是很重視這班觀眾 嗯 他真的覺得 為何那個programmer 要來 甚至導演不來 他都會講解 這一套是甚麼 他們為何會選擇 除了第一屆之外 其實從第二屆至今屆 都會有中文翻譯 我記得第一屆沒有 第一屆是沒有任何中文翻譯的 就是影后談 但是第二屆至今屆都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今年只有一個翻譯 他都是那個 第二第三個我不是很記得 但是翻譯是做得很好 是啊 他很風趣幽默的 就是回到那些 就是之前那些 之前看的那些 人家那些是很專業的 真的很專業的 我看到他做翻譯 我很興奮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他 就是他會很 我覺得他不是真的做一個翻譯這麼簡單 他會完全融入去跟觀眾和導演 做一個很好的橋樑 因為他很風趣的 我不是很認識這位女士 但是其實 我忘記了他也是一個有名的人士 我問一問這個 但是起碼他 因為他給我感受 起碼他會知道甚麼是電影 可能我們這場完結了Q&A 那部電影內容是甚麼 他會熟 是啊 很多我去看一些翻譯 不只是香港的 有些翻譯的感覺上 他就純粹是一個專業的翻譯 他完全不熟任何電影的 反而可能和電影的東西 他就不太熟悉 因為他第一時間 他會知道觀眾問甚麼問題 他會再檢查我 那部電影內哪一個角色 他是說得出名字的 嗯 因為他跟我們同場看電影的 其實 未必的 不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看《Goal Story》 他是坐在後面的 其實很多時候 他跟我們同場一起看的 那部電影是 那個翻譯 因為他也是很喜歡看電影的 這個也好 但是這個翻譯 因為我看過這麼多電影節影展 有些翻譯在這裡做的時候 嗯 這個是真是最好的一個 是啊 其實我很多時候 在其他影展我都看到他 他是一個很喜歡看 他跟他先生都是很喜歡看電影的 所以他多數有時候 他是開場 那部電影還沒開始 但是已經關燈了 他才進來的 但是其實他跟我們同場看完 所以他會有時候 觀眾問這些問題 因為他也是看了一部電影 所以他就會明白 觀眾所問的事情 其實這個很難得 因為很多時候 翻譯可能他只是一個工作 他之前可能真的有事做 他未必能夠跟你同場 去看完這部電影 去做這個QA session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 真是很好的一個翻譯 是啊 其實之前 其實我有些擔心 因為第一屆還是第二屆 那個策劃其實是轉了人的 就是到第三 我忘記了第三 第三屆開始就轉了人了 然後那時候我都擔心 糟了 Sundance 他會不會有所下降 那個選片 或者是那個製作規模 也沒有 其實我看到他 其實他很聰明的 其實 Sundance有很多片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會很好玩的 去去年 今年 今年開始 他會把那些很奇怪的電影 拆散 不會放在 Sundance電影 但是他會另外開一個 叫 Sundance 五夜場 就是你看那四套 不是 那四套 你這樣說 再燒一燒九張 那四套 不能夠算是好 選片 其實不好 但是他會給你看 其實 Sundance 還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以 Sundance Reputation 就是我對 Sundance是有期望的 嗯 其他那些其實沒有什麼期望 就不要算了 不要說了 就是以這個影展 還有我自己都看很多 就是去外地看一些影展 其實你說一個叫 Midnight Session 的環節 要選擇那些好片是難的 因為好片的 其實有時候全部都是一些 我覺得 這類型的戲 你要有街品 其實都不容易 所以即特去選擇那些 勉強是叫做合格的 什麼瑜伽妹豬 瑜伽妹豬 OK的 其實我覺得改名 都很有心思 那個心思的時候 都稱讚過 改名的那幫人很有心思 明明一套 不是那麼好看的片 他都可以改一個這麼奇怪 不是瑜伽妹豬 是四套裡面好看的那圖 對 就是說 尤林林那些 真的 就是你撐不住 也不是撐不住 也不是撐不住 Dai Man告訴我 他真的覺得很難受 又想不想去玩 很無聊 那套戲 又可能他一些喜劇的東西 可能隔了重沙之後 香港人不明白 當地一些 煙燭的東西 那沒辦法 但我們說回Sundance 今年的選片 上年我已經覺得不錯 但是今年 都繼續保持水準 你看完全餐 你都告訴我 其實你看到十二套 十二套都OK 十二套都有可取之處 對 當然大家都會很緊張的 就是發行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只是知道這個 風河谷謀殺案是買了 是啊 高登仙買了 是啊 甚至乎我看那場播之前 已經是有高登仙在 哦 即是已經是用他的print了 應該是用他的 因為十月十九號照片 這套戲 是很好看的 哈哈 另外一套Little Hours 因為之前 它叫修女浴袍團 但買了之後 是安樂 還是忘了哪套 忘了哪套 忘了哪套 高鮮 好像是高鮮 也是高鮮買的 買了那時候 已經改了名為修女姐妹團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即是不要代了這個名字 其實是不是 肉袍團是怕一些 宗教團體會投訴 我覺得是 另外一套 又是很偏的 模式角度都買了 模式角度其實都好看 但是我怕它 因為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記得有一年 有一套叫James White 我一直等它上 其實我知道它買了 但是一直無妨 最後在Movie Movie出現了 還有再上一年 有一套 是講史丹福實驗那套 其實我看過那時候 我知道香港的片商買了 但是也是一直 到現在都沒有放出來的 所以其實呢 那時候我們說 如果你要看真的要 即是 風河谷是因為 一早知道它會上 那我就沒有選的 風河谷 那卡士都這麼大 是 另外一套 你也想不到 Kubo Van好像是 放映的時候 大家才知道它買了 對 因為放映的時候 做QA的導演 就爆了一口 香港不知道 那11月多少號 他自己都不確定 應該11月上了 所以這幾套呢 就有買 但是你猜不到大家 最希望看那套 A Gold Story 是沒有人買的 因為A Gold Story 其實 如果影展一定是 口碑很好那些來的 是啊 但是如果上正常 就應該會 票房仆直那些來的 我看IMDB 是好笑的 它簡直是有些 是給五顆星 但是有些人給一顆星 是沒有人給三顆星的 即是沒有中線位的 這套戲 因為這套戲 如果你想 A Gold Story 你當然是想看鬼故 是啊 我發現原來 入場的人說 是不是一些很恐怖的鬼片 我覺得如果你抱著 這個心態去看 就真是中了 因為我入場之前 我都做了一點點功課 因為我還沒看之前 有個有台的節目 電影狂熱的Horace 就跟我說 這套原來 不是鬼片 那我就打一個底部進去 那我才看這套戲 是啊 我就是有人說 不知道誰告訴我 說是 我忘記了哪個導演 那些什麼靜泰片 這套 你不要以為它是鬼片 那我說 OK啦 我上去看一看外國的影評 那我上IMDB看那些 那些評價 那我就 嗯 我知道是什麼戲 那我就會入場的時候 我就會打一個底部 千萬不要以為是一些 嚇到你死 或者是一些 很當氣回場的鬼片 你以為是 Ghost那類 如果你進去 你進去 你真是糟糕了 但這一套就是 因為我就是 有心理準備 是啊 我們很多人都有心理準備 所以入場是OK的 就算有心理準備也好 老實說 我覺得前三分一是 太慢的 我覺得OK的 我接受到的 因為其實 尤其是她說 Ariel Marron 她吃批那裏 有人跟我說 我收開場前 好像有五分鐘至六分鐘吃批 是一鏡過吃批 我吃批 我開了設計 死了 拍她吃批 吃六分鐘 做什麼 幸好她有前夫後姓 還有她是有 我覺得她是有層次的吃批 所以你會覺得 其實那段都很悲哀 她會很顯示到女主角 由抑壓的心情去到要釋放她 即是在那一刻爆發了她 一個很悲哀 即是很悲哀的心境 那個層次感 但是我明白她想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沒有 她的長鏡頭 是沒有必要去到這麼長 那這件事大家就 一言見知 她吃批 吃這麼長時間 但在那段時間我看到 我是要跟她睡魔抗爭 很辛苦 哈哈哈哈 但都 OK 去到她真的 她完結了頭三分一 開始 你連 阿魯蘭未來 你都看不到的時候 這部電影的節奏 就 正常一點點的 嗯 但都不是快的那些節奏 其實它不是快的 整部電影不快的 但因為她是會有推進 她會有很多東西看 我最喜歡她表達時間流逝 那一種手法 她不會告訴你 時間是怎樣去 但是你是知道時間流逝得很快 她沒有exactly說 是發生什麼時候的事 嗯 那就 跟著那隻鬼去到 都在那一家屋 那個area那裡 是啊 那你見到有些東西去 去沒有了 然後又有些新的東西 起回身 然後去到最後又回回頭 咦 去回 再之前的時空 她那個時空 她說過 她有時候可以推到很後 突然間退路很後 但是其實 她是說 那隻鬼一直是stop了 她在那個地方 而那個地方的變遷 她是不會用一個善性 來表達給你 所以其實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先 什麼時候是後 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猜 也不是那麼重要 什麼時候是先 什麼時候是後 不是太重要 其實你跟著那隻鬼的心態 我覺得最厲害 是她沒有什麼對白 沒有對白的 其實那隻鬼是沒有任何對白的 她是用body language 還有用她身邊所發生的變遷 去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究竟發生了什麼 整個戲都沒有什麼對白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她最長的對白就是 那個party那幫人 其實 那一段 那個男人說的 那一段其實是有意思的 其實就是那一段 她是害怕 咦 好像不說多一點 你那些人會不明白 那就弄一段 但是那一段是 那一段獨白是很好看的 嗯 那之後導演QA都會夠分 其實很多演員去做戲的時候 她不會說一字不改 這樣把劇本讀出來 她說這次這個演員 是exactly 將那段對白 就一鏡過這樣去拍了出來 是啊 那裡是一鏡過的 其實在一個party 然後她在講一些人的流逝 就是喝完酒 開大早 開始高談闊論一些事情 是啊 一些事情 但是其實跟那部戲的主子 是很有關係 所以 但是香港就 你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已經賣不到票了 沒有了沒有了 剛剛十月二號 已經完了最後一場 都是賣了票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這一套是值得買回來看 是啊 那你不要以為是 初初我入場 我以為是一個愛情故事 原來不是 我覺得是講一個執著 和執念 執念和孤獨 我覺得那個孤獨感 是很強的 你一直看 你越看那個孤獨感 是越壓迫你很厲害 其實我反而覺得是 因為很有趣 因為它是這部西片 很明顯 但是它是拍鬼 這件事 很中式 很中式 為什麼會有鬼 因為它是很執著一些東西 所以它才會在這裏出現 它才停留在這個地方 那鬼和鬼之間 是不需要任何語言去溝通的 嗯 它們是用心靈感應的 這個都不要緊 但是 因為其實戲裏面有另一隻鬼出現 是的 去到某一個部分 就是 唉 另一隻鬼都放進 算了 它們不會回來的 然後就 那執念沒有了它就會消失 其實 但是 男主角就不是 那它都是 堅持 你說的是堅持 是啊 其實呢 嗯 其實它最堅持就是 嗯 有一件事是女主角寫下了 但是 它一直看不到的 它一直堅持 我一定要找到的原因 就是我要知道 它寫了什麼 上去 但是 其實 我有些朋友看了一部電影 它是說 其實那張紙寫了什麼 我說那張紙寫什麼 是不重要的 其實 最重要是你看到什麼 在裏面 導演都說過 其實它寫什麼 不重要 它純粹有這樣的橋段 代表有某些東西 對 那樣東西不是說 就是一個答案 嗯 就是我會覺得 因為這隻 它為什麼變成鬼 因為它 是很 很掛著它老婆 它放心不下它老婆 是 甚至乎它老婆走了之後 它都 它看到它老婆 留了一些東西在那裡 因為它看著它 是很不開心 嗯 到它這樣搬走的時候 它都不是說 完全放心不下它老婆 所以它仍然留在這個地方 嗯 到最後 它終於 說可以再回去 那時候 去找個答案出來的時候 它才能夠完全釋懷到 嗯 所以這套戲很特別 我覺得它 去拍這件事 它很靜態 但是呢 你一定要慢慢去領會 我見到 有人留言 就說 套戲很悶 他說 這麼悶的套戲 總之我看其他主流片 那我覺得你是抱了另外一個期望進去 所以你就會覺得 糟糕 還有你有兩顆星在那裡 我實在Cassie Everett 現在又是影帝 是啊 那是差一點的 是啊 可能它們抱著這種心態進去 就覺得糟糕了 但是我不覺得糟糕了 我覺得套戲是很好看的 它會給了很多 我會 我會帶了些東西走 其實我覺得這套戲 其實去到 去到最後 其實套戲 鋪91分鐘 沒有啊 87分鐘 八十幾分鐘 其實它 一路一路 抱抱到最後那一刻 嗯 其實你會覺得很感動 你就會覺得這套戲很好看 是啊 如果它感動不到你就會覺得 嘩 這套戲很X悶啊 是啊 所以這套戲 是很良極的 要麼你會很喜歡 是 要麼你會很不喜歡 我比較 不知道是不是身邊 多一些同路人 多數都很喜歡這套戲 我看那些 就是 很喜歡這套戲 他們覺得這套戲 是拍得很感人 他很感動的 其實他們告訴我 他看到最後真的會哭 其實 是哭不是因為 他做了些什麼很煽情的 而是因為 他鋪 他由 開頭一直鋪 到最後你看到那個 那一刻 你會很感動 因為你尤其是 看著這隻鬼 他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嗯 之後他終於 找到他的答案 食華 那一刻是很感動的 是啊 所以這套開幕電影 我覺得他選得很好 但其實兩年的開幕電影 在香港也沒有片商買的 上年那個 救你什麼 三千 都沒有人買的 其實 應該有買 但直接出碟 是啊 是不是環球 還是 環球 還是Sony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看到是直接出了碟 哎呀 好可惜 再之前應該是Wolfpack Wolfpack 不會了 這些沒有人買 是正常的 因為Wolfpack好偏 更加偏 去年開幕好像是神奇 還是神奇福巴 神奇福巴 好像是閉幕 好像是閉幕 還是開幕 我不記得 不記得 神奇福巴有的 有上的 但是都是很 很小型 呃 神奇福巴是開幕 開幕啊 我不記得了 因為我有看的 但是 是神奇福巴 今年其實很明顯 你見到它的選片 是沒有這麼大路 嗯 你看了12套 都是比較偏 我也看了一些比較偏 我覺得它選得很好看 如果你說呢 其實我看了五套 我就沒有你看那麼多 我就看了哪五套呢 就看了 Ghost Story 看了Little Hours Heroes 這個 City of Ghost 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是Little Hours 我覺得會比較差一點 我覺得12套裡面 差一點是Little Hours 是啊 你也說了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它 它說得明 其實導演說 他是想拍一個中世紀的東西 但是其實那些對白 全部都是現代的 是 一開播已經全部都是現代 全部是F word 不是 我覺得為什麼它這套戲 會不會那麼好 12套裡面比較差一點 其實它開中明的一套 應該是一套瘋狂戲劇 它說得明搞笑片 其實 但是不夠瘋狂 我也覺得 其實我覺得 有些地方去不盡 完全去不盡 因為對比 Kubo Band 其實Kubo Band 也是一套戲劇 起碼Kubo Band 它會有些對白 它是玩得很準 例如那個女主角 是好像猶太裔的一個女主角 她的對白 都會去開納粹的一些玩笑 還有它戲裡面有一段 是有引用到近年非常之新興的 一個恐怖組織的名字 去玩些GAT 她是一個猶太人 大佬 她都不介意這樣去玩 但是 我是覺得她是想 因為其實你的背景 是可以玩得很盡的 可以玩得很長 是一個修女 一個修女 一個修女 一把修女勝地 然後一把修女在那裡住 有一個神父 但是原來 修女頭和神父是有路 然後有三個修女 三個修女 一個是同性戀 一個是女毛 另外一個是等嫁 但是最後嫁不掉 然後之後 突然間外面闖了一個 嫁濕完女主人之後 走爛下來他們那裡 來做修工 漂亮 盡藍 我以為她會玩得很 就是你會 因為她令到那三個女人都刺了線 總之有互相猜忌 又會輪流上她 你以為 是不是去到這麼盡 可以玩得很瘋 但是你覺得 你去看的時候 你覺得她很多東西都遷就著 鏡頭 她很不盡 一來可能 某些女主角是不願意露 最靚那個 當然 最靚那個是不露的 最靚的都不露 不要緊 Aberl Passer都OK 是啊 但是 因為她 去得很不盡 很勒著勒著 我覺得 有些可惜 其實 如果你以一個笑片看 是絕對失望的 是啊 她作為一套笑片 她也絕對失敗 我覺得她是很低成本的 講得很明白 因為大家都看到那些景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我又不介意那些景 不介意的 其實真的是 但是 你放下噴飯也是來 去到那些景 你也要去笑那裡 可能要放一點 是啊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拿著拿著 因為我覺得她是 她是想玩這個教會的笑話 但是她又不敢玩到那麼盡 有什麼支持我去看電影 去看完場 我覺得她去講一些 神職人員對她們的性慾 是啊 她那個教條的一個真詞 其實那裡反而是好看過她的笑料 啊 即是你說那個神父 那個神父 又喝酒 又說謊 神父 其身不正 那你可以怎樣 什麼下面那些 然後那個修女頭 又跟神父 原來好像兩夫婦那樣的關係 其實她說這些是好看過 她是搞笑的 那三個 尤其是她說女模 其實我覺得很無聊 不知道 她女模又玩得不夠 即是 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OJ Plaza 經常做這些瘋子的 她之前有一套 其實Zun Dance 都有選過的 第一屆 內置墳母的你 她又是做這些角色 她近幾年都是 你看Dirty Grandpa 就是Party無限期 都是做這些角色 是啊 都是做一些很open的聖女角色 是啊 但反而 今年她有另一套戲 她有份做 就是IG 善女徐世經 我想聽這套 因為我沒有看的 這套是 我看也不是因為她 你明顯是Elizabeth Osmond 當然 但這套戲主角是 Aville Pasa 這套戲就說 其實我想說 那一天是挺有趣的 看完這套 Aville Pasa 就直接下去看這套 你是看到兩個 Audrey Pasa 兩個不同的導演 怎樣去用它 因為其實兩個角色 都是疏疏的 都是疏疏的 但起碼今次她 去Ingrid Grosewatt 她不是載了一個聖女 即不是一個很open的 即對性很開放的女性角色 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而且終於你是 看到她的角色是有得發揮的 即她近年不知為何看了這麼多電影 我又不是特別 總之你選到 就不知現在看中她 即她接的片 又不是說真的差 是 她去做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社交媒體中讀者 即IG Instagram的一個上癮者 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 她說的 其實那個題材已經是 很貼心 她就是 那個角色叫Ingrid 她去 在Instagram裡面 去follow一些人 她就覺得自己和那個人 已經是一個朋友 但原來 最終她發現 原來她不認識那個人 但是她就搗亂人的婚禮 當然被人 去做一些治療 那治療完出來之後 她又覺得自己很慘 為什麼你們不理我 這樣那樣 去到最後 她突然找到 Elizabeth Olsen 那個Instagram 然後就搬 直接搬來過去 想著 真的認識這個人 亦都是她 用了很多方法 令到自己成功 和這個人做朋友 但是之後發現原來 那些東西 全部都不是真實 都是假的 即使Ingrid 和Elizabeth Olsen 的角色 原來都有一些東西 不像IG上面看的 那麼完美 那去到 當真實來臨的時候 然後 那會怎樣呢 就是這套戲說的 一樣東西 但是這套戲 其實是喜劇 還是劇情呢 你看 我喜劇 喜劇 因為我看過Strailer 這兩小時都喜劇 這套都不喜劇 那這套是OK的 都算是喜劇 起碼你笑得到 嗯 他都是 可能那些 笑位是普通一點 其實這套應該買到發行 其實她說的東西很貼身 其實現在真的 真的在現世代 真的很多這些網絡狂人 網絡痴迷者 暫時就 沒有見有 但是這套戲是好看的 嗯 Ellisem 你要看都 都夠的 都夠皮的 Every Passer 她 直接做得好 嗯 因為你看著她以往都是 一個款 嗯 都是那些 就是這樣 Open的 聖女角色 今次不是 今次她的角色會有 高低起伏的 嗯 會有哭啊 會有 會有 有位置給她演戲 即不再是那些 一來 我想你負責剝的啦 你去盡點就行了 以前她就是做這個角色 今次就 這個角色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嗯 你要去 去 跟她做朋友啊 即會有些事情 是真的做戲做到 嗯 起碼你說她是不是做得很好 提名老師卡影 或者我覺得還未到的 但是起碼絕對做得不差 還有她是有其他 戲路可以讓她去做 喂 但是這套戲其實是 拿到今年的新丹司 編劇大獎的 這套戲是 因為她說的東西是很重的 嗯 很貼題的 但是我會有少少挑剔 是去到最後的結局 是一般的 太理所當然了 你以為覺得是 即是會太完美 它只是一個循環 但是 有 有 有少少闖絕 哦 因為她的戲又不長 九十七分鐘 都是 不長 但是 這個長度是合理的 但是 我覺得它的尾可以再 鋪多一點東西 才去完 嗯 嗯 這個 我們暫時說著三套戲 待會回來再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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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